10月13日,近50名香港市民自发到港铁全湾站A出口进行快闪清洁 清理示威者留下的天桥涂鸦 当天上午7时许,快闪活动开始 市民们分两组,由中间向两端清理 他们用手铲除天桥上的张贴物,用清洁剂清洗天桥上的涂鸦 大家或爬上高高的栏杆,或跪在地上,干净十足 快闪活动历时约一小时,活动结束时 50米长的天桥上的大部分宣传海报都被撕掉 涂鸦物装满了10个黑色垃圾袋 参与清理活动的市民们表示 看到小区及街道被示威者弄得很脏,心里很不好过 于是通过网络群组发起当天的快闪清洁活动 经过一天的呼吁,月有50人参与 参与者来自香港各区 快闪活动之前,一名老奶奶因为走在满部涂鸦海报的浇面路面上而滑倒 后脑勺被撞破,地面有多处血迹 市民黄先生表示,示威者乱天海报的行为 严重影响老人及残疾人士出行,非常自私 自发性来这里做这个活动的,因为我们觉得这里就太过坏了 我们应该要清理,还有之前这里呢,今早就有7点半 这里有个婆婆跌倒,跌穿头,就已经救护车救走了 老人家当然不方便,因为地下好坏 今早就跌倒了,地下太滑了,尤其今天有少少雨 市民刘女士是当天在上班前抽时间来参与清理 她情绪激动,当场流下眼泪 她奉劝示威者不要再搞乱整个城市 尽快悬崖勒马,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还给香港市民安宁的生活环境 他们破坏,我们就尽量去维护 我们尽量去将它执回来,是吧 我们希望可以尽量自己小小的能量 去做回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小小的事 希望香港人大家都可以 真的站出来,都是站出来 为了香港,是不是 我们个个都不想香港变成这样 我们真的要恢复香港 真的要为了香港 大家一人做多些恐怖 不想看到香港就是这样下去 市民们说,明知清理后 或许示威者明天又来张贴 但他们依然觉得应该发出正能量 并表示示威者继续贴 他们就会继续清理下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别忘了 sweater,别忘了 去吧 在一起 对吧 我们就会瘋得到 可以 都不想